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的课程中,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关于法国的地形这样的一些词汇,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妨通过一张图一起来了解一下法国的大致地理状况。 当然了,最主要的还是要去学习一些和地理有关的词汇,那我们一般讲到一个国家的地理状况呢,肯定会出现像它最长的河流,最高的山脉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这些信息呢,正好可以通过我们这一课的语法部分内容,也就是关于形容词副词的最高级,这种方式来表达。 比如说,之前梅文尼老师举过的一个例句是, Le Yanté est le fleuve le plus long de la Chine。 Yang,子江,也就是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 Le Yanté est le fleuve le plus long de la Chine。 那这句话里呢,我是把形容词 long放在了名词fleuve的后面,所以要重复一遍顶观词。 Le fleuve le plus long. 那如果我把它放在前面呢, Le Yanté est le plus long fleuve de la Chine。 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那么现在我就要问大家了, Quel est le fleuve le plus long de la France? 法国最长的河流又是什么呢? Quel est le fleuve le plus long de la France? Ou, quel est le plus long fleuve de la France? 大家对这一点有所了解吗? 法国最长的河流是哪一条呢? 它的名字叫 La Loire La Loire La Loire 路尔河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La Loire est le fleuve le plus long de la France? Ou, La Loire est le plus long fleuve de la France? 卢尔河是法国最长的河流。 那么卢尔河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通过这一张非常可爱的法国地形图 来认识法国的一些山川河流。 那卢尔河呢, 它是在法国的西北部, dans le nord-west de la France。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dans le nord-west de l'Hexagone。 还记得吗? 因为法国它是一个六边形, Hexagone。 所以我们会直接用 L'Hexagone来代替 La France 或者 La France Metropolitaine 也就是法国本土。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 La Loire est dans le nord-west de l'Hexagone。 看一下这幅图, 它是在什么地方呢? 看到我们箭头标注的地方了吗? 就是这个非常蜿蜒的 这样的一个河流。 那我们会看到 上面有一个很有标志性的建筑 Un château。 Un château。 那其实在卢尔河谷地区, dans la Vallée de la Loire, Vallée 指的就是河谷, La Vallée de la Loire, 卢尔的河谷。 那这个地方呢, 它种植葡萄的历史 非常的悠久, 所以有很多的 Vignes, 葡萄团园。 那么自然有非常多的酒庄, 这样的一些庄园。 因此卢尔河谷的酒庄, 还有城堡都是非常有名的, 可以说呢, 也是一个旅游的圣地了。 那这是从它的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 这个河谷呢, 风景非常的秀丽, 也很适合种植葡萄。 那我们从行政区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之前我们曾经讲过, 关于法国的 大区。 不过呢, 法国那么多的大区, 可能同学们并不能一个一个的把它们记住。 可能有印象的就是 Ile de France, 法兰西岛, 还有Baga, Provence, Alpes, Gôte d'Azur, 还有阿尔夏斯和洛林, Alsace, Lorraine, 等等。 那其实呢, 法国有很多大区的名字, 都是根据当地的一个地理的环境来命名的。 比如说, La Loire, 卢瓦尔河流津的这个地区呢, 有一个大区就叫做 Bait de la Loire。 翻译过来, 这个黑中的名字就叫 卢瓦尔河地区, Bait de la Loire。 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记住这个大区的名字, 卢瓦尔河流津的地方, Bait de la Loire。 所以呢, 法国的第一大河, La Loire, 它的位置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当然了, 除了卢瓦尔河之外, 法国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河流。 比如说, La Garonne, 加龙河。 La Garonne, 加龙河在什么地方呢? C'est dans le sud de la France, 在法国的最南部。 这条河流呢, 其实是穿过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的。 La Garonne, 加龙河。 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 La Garonne, La Garonne, 这条河呢, 是发源于阿尔卑斯山。 那么, 大家猜一下, 它是图上的哪一条呢? 对了, 就是 Dans le sud-est de la France, 位于法国西南部的, 从阿尔卑斯山上流下来的这一条, La Garonne, La Garonne, Le Brunne, et la Seine, ce sont les quatre fleuves les plus longs de la France。 这四条呢, 就是咱们法国最长的四条河流了。 好, 那看完了河流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山脉, les chênes, 山脉, 那注意一下, chênes呢, 它指的是连锁的, 像链条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东西。 比如说, 你家楼下开的连锁超市, 我们就可以说是 une chênes, 一个连锁店。 所以我们如果说到山脉, 这样的一系列的, 连绵不断的, 我们会说 les chênes, 而之前学到的moudane, 它只是单单指一座山, 或者是一个山区, moudane, 所以我们说爬山呢, 一般都是moudé une moudane, 爬一座山, 而讲到地理上的概念, 山脉呢, 我们都使用les chênes。 Alors, quelles sont les chênes les plus grandes de la France? il y en a deux, 法国有两条, 比较大的山脉, 一个是les alpes, 阿尔卑斯山, les alpes, c'est dans le sud-est de la France, 它是位于法国的东南部啦, 我们看到, 这个山顶上有一层雪的, 所以风景呢, 一看就非常的秀丽, les alpes, 阿尔卑斯山, 还有一条呢, 是les pyrénées, les pyrénées, 比利牛丝山, 它呢, 是位于法国的最南部, 也正是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个分界线, les pyrénées, alors les alpes et les pyrénées, ce sont les deux chênes les plus hautes de la France, 这是法国最高的, 也是最大的两条山脉, 那我们刚才也讲到, 罗纳河呢, 正是发源于les alpes, 阿尔卑斯山脉, 所以, 罗纳河流津的这一块地区, 这个region大区的名字呢, 也非常的好记, 就叫Rhône-Alpes, 罗纳阿尔卑斯地区, Rhône-Alpes, 那么除了山川和河流, 我们地理当中经常说的一些地形,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平原, 平原地区, la plaine, la plaine, 那法国的西南部呢, 就是一个平原的地形, 还有呢, 河谷, 我们已经讲到过了, la valley, la valley, 那最典型的就是, la valley de la Loire, 卢尔河谷, 还有除了啊, 比较大的山脉, 其实还会有一些小山丘啦, 小山丘就叫做, golines, golines, le golines, re pui, 以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盆地, bassin, bassin, 盆地,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 Ile de France, 这整个大区呢, 就是位于巴黎盆地,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地形了, le bassin, 盆地, 不过呢, 我们讲了这么久, 主要还是围绕着陆地上的一些地形了, 那其实呢, 法国也是三面领海, 它分别面对的是哪一些海域呢, 西南面是, la mer du nord, 北海, la mer du nord, 注意一下, mer的首字母和nor的首字母, 都是要大写的, la mer du nord, 那么西北面呢, 是一个海峡, 它隔着这个海峡, 与英国遥遥相望, la manche, manche海峡, la manche, 那其实它们两者都是属于, l'océan atlantique, 大西洋, l'océan atlantique, 那么法国剩下的一面面对的是, 哪一个海域呢, la mer du nord, la mer du nord, 地中海, 这三个与法国相邻的海域或者海峡, 我们也可以记住, la manche, manche海峡, la mer du nord, 北海, 以及la mer du nord, 地中海, 尤其是méditerranée, 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 那我们也可以顺便学习一下, 地中海, 它的一个形容词的形式, 地中海的, méditerrané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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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中海的, 比如有一个非常典型的, 地中海气候, le climat méditerranéen, le climat méditerranéen, 地中海气候, 那我们在学习这个单词的时候呢, 顺便把它形容词的形式, 也一起记住,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好, 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总结复习一下, 今天课上学到的一些词汇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讲到了一系列关于地理的名词, 大家来跟着我回忆一下, 比如, 那么法国最长的四条河流分别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在脑中分别的回忆一下, 它们位于哪一个位置, 那河流之外呢, 我们还有山脉, 我们认识了法国最高的两条河流, 河流山脉, Le Zalp et Le Pirene, 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示地形的名词, 也是需要我们通过这一节课来记住的,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游戏, 课件上给出的这些名词, 和它所对应的图片, 大家能够连起来吗? 应该非常简单, 对不对? La Vallée是山谷, 河谷, Le Basin, 盆地, 其实Basin这个词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它有一个Bas, 那Bas就是很低的意思, Basin, 很低的一块地方, 也就是盆地了, Plan呢, 是平原, 还有最后一个, Gorlin呢, 指的是山丘, 大家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连队呢, 那最后呢, 我们还认识了法国相邻的几个海域, 它们从北到南, 分别是, La Manche, 地中海这个词呢, 大家可以花一些时间去多写几遍, 其实这个词不难, 但是很多同学经常要拼错, 比如说, 第一个A呢, 上面是有accent的, 而第二个A呢, 是没有的, 还有这个, 这些细节的地方,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不然呢, 以后再写到这个词的时候, 明明你记得这个单词, 但是把它拼错了, 就非常可惜了, 还有它的形容词形式, Méditerranean, Méditerranean, 注意阳性的形容词, 它的发音, 最后的EN, 发音有一些特殊, 是EN的音, Méditerranean, Méditerranean, 阴性的形式呢, 这个笔画原因就被破解了, 好, 通过今天的学习呢, 大家如果能够掌握好这一些单词, 那么在下一节课的课文讲解当中, 就可以相对轻松的, 来用法语了解我们法国的地理概况了, alors,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Salut! Alright, 都是 gibt 我 是不是 是不是 酱 是 你